眼前的这个俄罗斯女兵正打探着脑袋查看战情 只见左右战壕里围上来大批德军士兵 女兵向少尉胖姐汇报情况 胖姐四下张望着不见有任何援军支援 眼含泪水的她让众女兵相互做最后的道别 准备与敌人拼死一战 她这是宁死也不向德军投降 就是这样一群训练才几个月 就被拉上战场的女兵 却是一战时期 俄罗斯少有的一只敢打仗想打仗的武装力量 1917年春被二月革命推翻的沙皇政权 掌握在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手里 由于国内政治矛盾尖锐 致使当时的军队军心涣散 士兵们不想打仗 只想回到加分到更多的土地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 他们不仅不打仗 反而是邀请对战的德军士兵在歌在舞 看着从前线录制的影像带 克伦斯基大发雷霆 为了提高士兵的士气 他任命波洛夫将军组建一只妇女赶死营 就这样 女兵的招募在圣彼得堡随即展开 消息一出 许多女性涌入招募处 她们来自各个阶层 有普通的农妇 亦有刚毕业的大学生 还有希望挣脱家庭束缚的贵族少女 兵员参赐不齐 但也不是谁都要 眼前的这个大块头妹子 就被教官勿认为是位大妈而给拒绝 只见她气冲冲地走向墙角 拿起一根石心的铁棒 硬生生地将其掰弯 随后往地上一瓶 这一幕看得众人那叫一个目瞪口呆 负责女兵营的胖姐走了过来 她问大块头为什么来参军 大块头则是说道 我能徒手把铁棒掰弯 那对付德国老应该也没问题 轻描淡写的一句话 让胖姐当场任命大块头为自己的副手 很快 这些娇滴滴的女性 坐上板凳 纷纷剃掉那头美丽的秀法 虽说她们是女性 但其中也不乏一些好事者 眼前的刺头因为床铺问题就要向战友大打出手 好在有人出手制止 刺头眼看风向不对 随即缩使刚容生副手的大块头来主持公道 然而大块头一时头脑发热 被人当作枪使却浑然不知 不公正的处理纷争竟被胖姐听见 当即又撤掉了她副手的职位 隔天早晨 天还没亮 女兵们穿上军装 便开始了军事训练 她们一路奔跑 直至天亮来到一处抖波 可女兵却全部止步不前 在胖姐的鹤令下 女兵纷纷走下抖波 可也就是这样 她们其中一部分人还是连滚带爬 接着她们来到障碍场 这些障碍不仅可以训练女兵的胆量 更能提高她们的体能 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训练中 她们的射击 刺杀 头弹 都做了全部训练 这天中午 女兵营正在进行午餐 以刺头找到胖姐 她羞涩地向胖姐提了一个请求 那就是想出去陪男友过一夜 刚说完便被胖姐拒绝 刺头见计划落空 便开始打起她人的小报告 因为她晚上睡觉时 就看见女兵营 有人偷偷翻窗出去 和男教官约会 胖姐很不耻她的小人行径 随即给了她一拳 刺头仍不服气 她随即说出自己 正在组织士兵委员会 意在阻止暴力和体罚士兵 说起士兵委员会 胖姐气不打一处来 当即再次给刺头一拳 随后将她踢出女兵营 然而没过多久 胖姐就被波洛夫将军 派来的副官给带走 原因就是 女刺头对胖姐的暴力行径 进行了举报 将军对胖姐粗暴的管理很失望 当即把胖姐关了禁闭 而女兵营的士兵 一心想上前线杀敌 没有胖姐的指挥 他们全部近站将军办公的大楼前 而这一站就是一整天 即便是晚上下大雨 也没有让他们退缩 隔天早晨 将军被女兵的坚定意志所打动 这才恢复了胖姐的职位 而接下来 女兵营通过各项考核测试 他们被正式地耐入正规军 并授予女兵营独立的旗帜 没过多久 这群女兵便登上火车奔赴战场 在绿意盎然的野壁里 一群女兵正在此处休息调整 这时一群逃兵朝着营地跑来 胖姐一声令下 所有女兵拿起武器集合在一起 他们手持步枪 尖锐的刺刀阻止了逃兵的去路 但其中的大胡子 用轻挑的语言恐吓着女兵 被走出的胖姐一锤敲在脑袋上 这群逃兵是胖姐 即将要与之会合的 波洛茨金上校的部下 他们其中有士兵认出胖姐 因为几年前 胖姐还是一名医护兵 并救过她的性命 而且逃兵中还不止她一个 逃兵的领头是士兵委员会的人 她就是典型的反战代表 因为逃兵都听她的 胖姐也拿她没办法 但逃兵不敢太造次 只好乖乖地原路返回 接着女兵营来到上校的指挥部 上校在小屋内喝着白兰地 面对女兵营前来的支援 她并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情绪 因为她手下的兵 没有一个听从她的指令 现在的她就是一个光感司令 得知前线阵地 既然一个士兵都没有 胖姐当即请求 独自带着女兵营前往阵地 在前线驻扎下来没多久 几名手提酒肉的德军 撑着白旗来到女兵营 他们想用同样的招式腐蚀女兵 但女兵根本不吃这一套 先是搅了对方的蟹 在其口袋中找出一个黑色小本 胖姐一经查看 原来他们就是德军的间谍部门 德军眼看行迹败露当即要跑 却被初上战场的女兵给纷纷拖住 大块头更是彪悍 她提起刺刀 狠狠地扎进了德军胸膛 但事后才发现 自己既然杀了人 冷静下来的大块头 裹进胖姐怀里 哭泣了起来 随后 胖姐让两名女兵 押送剩余的一名俘虏 前往营地 因为其中一女兵 不小心跌落战壕扭伤了脚 剩下的女兵想独自押送 可是在半路上 老奸巨华的德军 利用女兵的单纯 以跌倒为由 趁着女兵不注意 一个甩尖将其撂倒 接着用膝盖将女兵 给活活地窒息致死 还是那帮逃兵发现女兵后 用马车将尸体运送到女兵镇地 胖姐抱着死去的女兵 她不禁嚎啕大哭 然而没过多久 一个女兵走出战壕的木屋 她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 有点像苹果的香味 接着她四下茶掌时 一枚毒气弹落入了战壕里 原来这是德军展开了 生化武器攻击 女兵赶紧通知大家 随后拿出战备箱 找出防毒面具 一件一件地分发出去 戴上防毒面具的女兵 拿起武器准备抵御德军进攻 而这时 分发防毒面具的女兵才发现 战备箱已空无一物 面对四散的毒物 她艰难地走出木屋 可没走几步 便永久地倒了下去 然而 德军派出了大批士兵 这是要准备彻底摧毁女兵营 战场上 两方人马戴着防毒面具 正在相互拼杀 但德军还是小看了女兵营 虽然他们战斗经验不足 但是女兵中 没有一个贪生怕死之人 他们用手里的刺刀 刺进德军胸膛 也有被身经百战的德军一脚 将女兵给蹬倒 或许还是因为轻敌 倒下的女兵 又一枪击穿了德军士兵的胸膛 面对上百名德军 只见战壕的角落里 两名士兵正在操作机枪 疯狂地扫射来犯了德军 面对如此火力压制 德军部的已乖乖地纷纷撤退 然而经此一战 女兵营也因此倒下数名女战士 经过了与德军的初次交战 胖姐来到上校这里 请求她组织部队 一鼓作气消灭对面的德军 上校先是对胖姐英勇作战给予表彰 但是说到出兵 她也是有心无力 只因她的命令 也无法让士兵听从 胖姐不得已再次失望而归 但她还想趁此时机 与德军一战 只见战壕里 与兵营的战士手持蜡烛 这是在做战前的祷告 胖姐吹灭蜡烛 作战随即展开 只见他们拿出汽油桶 稻草 以及木材 然后全体成员低姿匍匐穿越铁丝网 一点点爬向德军阵地 胖姐点燃火柴 瞬间燃起一道火墙 但是 这道火墙却是在女兵营的身后 他们就是用火墙 来阻止女兵营的撤退之路 显然这是背水一战 不成功便成人 德军的机枪响起 重弹的女兵纷纷倒地 但他们的嘶喊并没有因此停止 女兵冲进阵地与德军进行厮杀 一个晚上的战斗 可厮杀还在继续 大块头先是撂倒一人 接着她摸起一杆轻机枪 疯狂地扫射德军 而另一边 一个女兵因为卡弹 又被身后的尸体绊倒 上前的德军欲掏出匕首 将她刺杀时 一个教官一把抓住德军手腕 接着一枪将德军击毙 很快女兵营视如破竹 德军纷纷地被击毙 没过多久 女兵营整齐地站在战壕里 昂姐则视解下她手腕上的手表 以此表彰大块头的英勇杀敌 为了防止德军的反扑 昂姐派人前往上校纳 再次请求支援 可是士兵委员会的领头拒绝上校支援的命令 女兵不得以无功而返 然而 德军反扑的速度却非常迅速 先是暗杀放哨的女兵 接着在女兵毫无防备的情况下 一枚手榴弹被扔进战壕 战斗再次打响 轻机枪率先开始反击 但是敌人的火力都集中在这里 先是教官重弹倒地 接着一旁的副手女兵 也被子弹贯穿胸口 而战壕里 女兵拔掉手榴弹引线后 还没投出去 就被一枪击倒 跌落一旁的手榴弹 眼看即将要爆炸 一旁的女兵看到后 只见她望了一眼身后的战友 然后转头扑向手榴弹 这是用自己的生命 来挽救身后的战友 女兵纷纷退向身后的战壕 望着左右不断逼近的德军 胖姐眼含泪水地 让女兵们相互做最后的道别 自知无望的她 要与德军血战道理 然而危机时分 注定的败局却发生了转机 只见转头看向身后时 成板上千的援军 正在向她这里急速持援 女兵尚且热血无味 那帮身后的老爷们 岂能毫无感触 男兵不是不敢战 而是体会到了 当时复杂且矛盾的政治 他们厌倦了战争 也不想做战争的炮灰 就是因为女兵营的拼死奋战 这才点燃了 他们心中那颗热血的心 女兵营虽然获得了挽救 但也因为俄内战的爆发 女兵营的胖姐 没有倒在战场中 却是在三年后 死在自己人枪下 这部电影记录了一段 俄罗斯民族的集体记忆 也是为了纪念 这群曾为俄帝国英勇奋战的女战士 这群曾为俄帝国英勇奋战士 这群曾为俄帝国英勇奋战士